劳动部初步规划 眼里透过专案引进 只要移工在入境前打完两剂疫苗 符合相关规定的话 就可以顺利进到台湾 那入境之后还要做14天的检疫 只是现下问题来了 移工们打的哪一种厂牌 会不会被认证 指挥中心回应还会进行综合评估 疫情冲击边境管制 暂缓移工入境 连带让移工缺工问题浮上台面 看看劳动部的统计 从5月疫情爆发以来 国内移工人数溜滑梯 从5月的71.1万人 到9月已经跌破70万 最严重的还是家庭内的抗护工 缺工的人数有好几万人 长照体系人力短缺 眼看国内疫情缓步趋缓 劳动部先前喊话要拼移工解封 目前也领以专案引进的方式进行 初步规划外籍移工入境前 如果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并先进行一人仪式隔离 同时提出PCR阴性证明就能登机 入境后也得进行14加7的防疫措施 择案提报指挥中心审查 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啊 要不然你现在一开放 大量引进你也吃不消啊 班机也没那么多 防疫旅馆也没那么多 业者抱持乐观态度 但也担心班机和防疫旅馆量能不足 而且移工即使施打两剂疫苗 不论何种品牌都会被承认吗 这个会综合评估 指挥中心态度保守 移工解封入境 看似有谱 基层倒是很急 建车市匈民台北报道